欢迎您再次回来 我是李嘉一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要为您特别请到的是 加州公路巡警陶警官 我们来聊聊看有关新手上路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嗨 陶警官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要跟您来聊聊看 有关青少年大家都知道 小孩子的梦想就是要有一部车 开着车上路就觉得很潇洒了 但是新手上路一定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 那首先他会比如说刚刚开始开上车了 都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注意事项呢 像新手开始特别是青少年 当你刚刚拿到驾照未满18岁之前 加州有这个规定就是说 你未满18岁刚拿到驾照 有一年时间你的车子里面不能有任何乘客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你不能在夜间11点到清晨5点这段时间驾车 除非就是说你有一个满25岁的家长 满25岁的监护人或者是家长 那他们都有这个驾照 他们陪你在车子里面的话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车子里面带有乘客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夜间驾车 招办就说除非是有紧急状况 我们说紧急状况就是说 我们就是这个医疗上面的问题 招办就是说家长同意写个同意书 或者是学校接受到这些同意书 让你可以这个刚拿到驾照带有这个乘客的话 这样子才可以 当然是有一些这个要求和规定的 那我知道是小孩子15岁半 就是可以开始参加比试了对不对 但是还不能开上路吧 还不能单独开车 他们拿到比试的时候 他们可以跟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学习开车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比试考过之后 你可以拿到一个driver's permit 我们说实习驾照 在这段时间你旁边必须要有个这个拥有 监护人 除了是监护人以外 他还必须要拥有驾照 才可以坐在你旁边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那么对于说小孩子来说 他真的就是刚刚拿到这个permit 像您刚才所说的临时驾照吧 这叫对不对 临时驾照的时候 但他就是搞不好被警察给拦截下来了 这个时候他旁边又没有任何的人 这个成年人也好 或者说监护人也好 都没有在他旁边 这怎么办呢 像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他被拦下来的话 他就算是无造价实 那碰到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被开一张罚单 然后这个是算是我们说的misdemeanor 也算轻罪了 轻罪 对 算轻罪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罚款就也许会很高 那这个轻罪是算在这个小孩子的头上 还是算在他的家长头上呢 算在小孩子的头上 因为驾车的是他 那另外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这个未拿到驾照的 这个青少年驾车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是谁让他开这部车子 对 那如果说是家长都不知道 他把车子偷偷开出去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变成重刑罪 我们说felony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拿到这个车主的这个允许 把车子开出去的话 就变算是偷车 就算是自己家长的也算是偷车了 也算是偷车 这个问题就变成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charge他这个重罪这样子 这听起来真的太可怕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小孩子的梦想就是开车 但是当然作为家长来讲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特别是男生 很多事情是不是应该都会发生在男生身上吧 都有啦 其实都有 驾车当然是每个青少年的梦想 一有车子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 对呀 就像现在新闻潮得很大 这个Justin Bieber才19岁 他又是酒驾又超速 然后驾照又过期 如果说真的像我们小孩子 19岁的小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他要怎么办呢 你是必须被关起来 就是说坐关监狱里面 坐牢一个晚上 当你酒醒之后 他们才会让你离开 那再来就是说 你面临的就是很多酒后驾车这种问题 邀请律师啊 然后这个拖车 车子会被拖走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花很多时间 跟人力去办 把这个去上出庭上法院 把这件事情搞定这样 这虽然说他19岁还没有到21岁 但是要面临很多成年人 要面临的这些问题 是的 那也就是说对小孩子来讲 真的不应该太早的让他们去接触这些开车 而且就算是开了车了 但是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些正确的法规到底是什么 那很多这个新移民来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说新移民在开车的时候 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有没有来提供一些就是跟我们讲解一下 对新移民来说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开车 当新移民来到加州的时候 他们必须就是说了解加州的规定 你就说必须要了解驾驶的这个 道路上面的这个规定 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就是说 碰到stop sign 然后有些人就是这样子 没有完全停下来就滑出去了 对 这样子很危险 就是碰到stop sign一定要停下来 那有些人就是对我们加州的这个 就是说一些关系 就是说我们后面有警车 有消防车 有救护车 他们在闪灯 有警银在响的时候 他们该怎么办 那有些人碰到这种情况就紧张 紧张车子就停在路中间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就是要提醒民众 当你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尽可能的安全的把车子靠右边 所以说这些警车 消防车救护车 他们可以安全的从你旁边超越过去 到他们该去的地方 了解 非常谢谢陶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当然要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们 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小心开车 祝福大家有一个快快乐乐的一天 我们休息一下进度广告 马上回来